有些事情几十年来都没对任何人提起 有些影片没说的其他事 我则是后来才补充释放给太太 才得以笑话 那个临界点一到 我再也无法隔着伤疤置之不理 有些故事不是我亲身经历 而是不小心得知的 有些故事是年少亲黄恋爱时的相关片段 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 时至今日 我再次也要郑重对当天影片内所提到的人事物 说一声抱歉 对不起 如同吴若全老师解读的 欲识俱焚 不用原谅我 都是我的错 您是不是在骂我傻 何苦 小气 请各位想象一下 对六月十九的我而言 被看穿了过去暗黑的一部分 神心灵万念俱灰 我真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因此 肆无忌惮把这些影响过我的大小事 说出 日日夜夜 一点一滴 种种人间的故事 都造就了每个人对于良心关系 感情处理 做事风范等等观点 于是 我的很多病态思维 陆陆续续从吸收各种异样文化 与自身不安 不满 不甘中 缴获出来 你不错 不不错 有怨念 之前干嘛不说 我本来就不是大炮行名人 而且多年来 很快乐 很积极 很用力地在经营自己的人生 除备能量后 还可在能力所及下帮助别人 这些已然花去我太多的经历和思路 因此身边的负面教材 就被掩埋在深处 不需要 不费神 不流传 不散播 也乐得轻松 爱与和平 不必等待什么时机 我常常梦回八零年代 那时的我已经历了一些颠簸 不论来自校园和家庭 当年没有社群 周围的闲话 耳闻 传说 不满 多白是在客厅 在教室 在餐厅 甚至是在私密日记本 把过程交代 发现完毕 然后就藏起来了 无法 也不需散播发酵 没有什么好时机 藏起来 并非遗忘 但至少能相安无事 再持续充实地往前走 网络发达至今 时代不一样 现在 鼓励说 公开说 勇敢说 不用八卦媒体帮忙报 随时可自己说 什么都可以说 多自由的年代 当我用社群时 还是倾向 紧交流某些话题 其他的 我继续藏 所以那天的我 心里最直接的念头就是 反正 下午以后 我不在了 大可什么都不在乎了 什么面子 李子都不要了 做个交代抱怨 我的灵魂 才能放下吧 这是冲动吗 还是过去的黄子娇 与现在的黄子娇 重逢 变奏 和解 撑了好多年 就任性一次 一了百了 如果依然没完没了 我也看不到 看到这里 先温馨提醒您 不必认同我一切表白 但请给我说故事的空间 谢谢您 在过去几年 很多人都曾说过 我个性不错 EQ高 主持或媒体回应很得体 可是很抱歉 在6月19那天 我被撕开了多年前的一种样貌 深藏已久的阴暗面 于是 影片里的我也果断地 试图撕开脑中其他伤疤 完全忘了爱与被爱 常在演讲的时候说 如果不喜欢人家上网骂你 为什么你要上网比赞 为什么要做自己讨厌的 那种事 变成你不喜欢的那种人 几十年来的我 面对各种挑衅 无论是一封分手信 或公开嘴炮 我都选择默然飘过 翻翻白眼即可 短冰相接 从不是我的选项 但我必须很遗憾地说 劝识口号 说来容易 当那一天我走进临界点 EQ当然无存 那是一个很难叙述的心理状态 我自己也不喜欢那样的自己 重点是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才有些人经历过这种临界点 也有些人到现在已久无法理解我在说什么 对不起 更如 我只能用捡来的余生好好弥补 我美丽善良 勇敢 善解人意又无敌坚强的妻子 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 这辈子我也要好好修 学习它 跟随它 多用高我判断事情 但六月十九那天 我真的什么都不要了 我一心决意 我没资格拥有爱与其他 只能以消失来谢罪 后来我跟老婆说 我当然懂孩子还小于经历的爱 但那天我想的是 孩子现在记忆不多 可重来 你也年轻 能重来 而我 重来 很难像二十几年前 眼心勃勃奋发土强 况且我好不容易爬起来 便近十年的黄子教二点零了 未来我没那个领域力气 爬不动了 年纪大了 还有几个二十年 这一摔 我自认起不来了 什么都不要 总比什么都要不到 好吧 自小看名声报 开始观察隐居生态 甚至历史不断复制贴上 名人享受掌声 也必须接受虚声 光环带来名利 如不珍惜 及时收回 观众不是健忘 仅是选择性淡忘 记得你的好 但同步记住你的错 原谅你的错 但未必收下你的好 起不来了 老婆念了我 也抚慰我 谢谢你无私的忍耐 我就算 依然有以上类似想法 还不是出现可怖的坏念头 但为了你和孩子 我似乎要坚强 遇到耿如的近十年来 不知道他给了我什么力量 删除了我很多要不得的劣根性 于公于私 不可能完美无瑕 沿路一定也还有脾气破表 但我整个人应该有不断进化 做中学 错中学 做人处事更良善 都造成板块移动了吧 所以有些人此刻才愿意给我机会 给我爱 再次谢谢你 明天 是他的生日 真的 永生难忘了 我真的太对不起他 除了影响他对外的发生 对内也无法完整照顾好彼此 所以今天 除了是重生满一个月 还是他生日前夕 我一定要再次 稳稳地出现 生日快乐 未来 许诺打造更好的老公 玉米爸 是我现在 仅能给你的礼物 缓慢阅览的所有讯息 手写卡片 私信截图 粉丝群组发言 不瞒各位 我是看一次就哭一次 返家的前几天 还不稳定 老婆甚至才开口 提到某些名字 我就会立刻喷泪 我深深对不起他们 我好在意珍惜他们 而我尽让他们猛羞 我羞愧到无以复加 只能哭喊 一个合作过的公益团体 玩具图书馆寄来的 一叠志工 手写卡片 更让我自惭 行贿的泪崩 说真的 不需要再理我的 被无视 被封锁 被解聘 是我应得的 很多人也掏心挖肺地 告诉我各自 所经历的苦 与他们的怨对 无奈 以及该如何去解决 宣泄的谏言 你们辛苦了 每个人应该都有秘密吧 有些人苦无释放的出口 亲爱的朋友 相信老天有言 我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老天终将要我 面对赎罪 但我选择谢罪离开 老天却又安排天使来救赎我 并要我指示灾情 不得其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